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郑冠于院长 还有国际法学会的理事长姚思源老师 还有我们理律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李永芬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我是陈长文 今天一如往年吧 非常的高兴 能够有机会在理律碑模拟法庭 研习营的第一天 来跟各位同学讲几句话 理律文教基金会成立在1999年 1999年应该就是20多年前了 而在这个20多年前 当时的起心动念是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大家觉得我们除了在我们专业的服务之外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学弟学妹 也就是今天在场的各位同学 以及你的学长 以及你的学弟学妹 可以做些什么 当陈老师在各位同学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在台湾的这个大学法学院毕业 那直到大学毕业 直到国外去念书等等 陈老师没有机会 这个接触模拟法庭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大学毕业了 到了律师事务所 一进去同事们问你 你有没有法院的这些经验 了不了解法院运作的程序等等 你说学校没有教过 你说我也没有努力的去 试图去了解过等等等等 那个我会觉得 对陈老师来讲是一个遗憾 因为这样子的遗憾 所以李律碑或者李律文教基金会 就会觉得我们该要做这个项目 从那个角度教育学家告诉我们 他说如果你演讲比赛拿了冠军 很好 你对那个题目你应该会熟悉 但是那个熟悉的程度对于你终身 你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好处 他说那个好处基本上可能是10% 15% 20% 不会太多 如果你会讲之外 你还能够变 当然你真正可以学习到的 可能就不是10% 20%了 可能到30% 可是那个30%呢 也就在30% 30%左右这样子转 那另外一件事情 不但你会讲 不但你会变 而你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变 还是跟很多人一起讨论 怎么去变 这一部分如果是一个群体的 一个团队的一些方式的话 教育学家说我们获益 就是能够从中体会到 我们这个题目的精髓 它的问题所在 当你对于不确定的事情 开始能够觉得 我可以面对它 我甚至可以某种程度 享受它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进步的 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 或者教育学家 Toller讲过这么一句话 好 陈老师就理律杯模拟法庭 究竟它有什么样子的意义 那么跟各位同学 先做了一个破题 接下来我了解 我们这一次的辩论比赛 大部分的题目是谈到 空气污染的管制 讲到了中央跟地方的权限的争议 讲到中央跟地方的权限争议 当然不单单在中华民国 有这样子的题目 在台湾 中华民国有这样子的题目 在大陆也有同样的题目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题目 搜寻 透过网络的搜寻 你几乎所有世界上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都晓得 同时你要做一个选择 然后做好了选择 你会觉得它对你很有意义 所以各位同学 老师第一个 要想跟各位讲的 就是在1962年的时候 50多年前 有一位lady 一位女士 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士 她在1962年 Rachel Carson 她出了一本书 叫做Silent Spring 也就是极静的春天 这位lady很了不起 她出了这本书 这个书事实上 她画了20年30年的了解跟关心 她把这本书写出来了 那这本书 她是谈到的 基本上造成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使用 比如说一些这种 我们叫做杀虫剂吧 等等等等 对于脸好累 所造成的某种程度 甚至世界末日的那种感觉 会出现 例如说DDT的这个化学 这个杀虫剂 如果各位晓得的话 陈老师小时候 好像拿它来 应该是杀文子的家里头 或者必用的 必备的 可是当时觉得没问题 那后来发现 她对于比如说 人的身体等等 都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50年前 老师在大学毕业前两年 大学毕业的意思 在国外的研究所 毕业前两年 看到在纽约 有很多很多的人 2000万的人 站在纽约的街头 他们支持一个运动 那个运动叫做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There's only one earth 只有一个地球 那当然陈老师在当时 是要法学院去念 我的硕士 念我的博士 说实话各位同学 我必须说 我非常非常的狭隘 在当时我的我 我是台湾 我是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 服兵役 出国念书 拿了硕士 拿了博士 就回到台湾来 当时看到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有一个地球 只有一个地球 对陈老师来讲 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回到台湾 我慢慢慢慢 有时候有机会 跟别人说 我在1970年 晓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到了1972年 正要念书 已经要毕业 要回来的时候 看到报纸上说 联合国成立了一个 环境保护署 叫做 Environmental Program 是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 现在变成了一个组织 在联合国下面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从那个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接下来当然 从70年到80年到90年 到了各位老师看到了 有另外这一个时代杂志的封面 那么这个封面 各位你看得到 这上面写到 它的封面上面写的 Special Report Global Warming 是一个专案的一个报告 那个专案报告是什么 地球暖化时代杂志 封面 Be Worry Be Very Worry 那个very还用红字 把它拉出来 因为陈老师今天要来 跟各位同学讲话 陈老师这一个 这个PPT 或者这一个照相照下来的 这个档 事实上摆在老师的讲义里头 摆了非常久了 应该摆了15年 那15年的这一部分 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这个深刻 老师这边看不是很清楚 但是Be Very Be Very Worry 的下头 他大概是告诉我们 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而是一个很慢的 一个进行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已经在我们眼前了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那个北极熊 应该是一个妈妈吧 那个妈妈呢 站在那个浮冰 基本上北极的那个浮冰 照理应该旁边没有那么多水 而是在冰的下头是很多的水 那个北极洋 但是呢 他那个是浮冰的意思 就是冰已经融化了 所以他说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白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字里头讲到 不单单是你自己哦 它是指我们人类 是你的kids and their kids 就是他们的小孩 15年已经过去了 其实这15年来 谁关心北极 有人关心 可是究竟北极离我们很远 所以我不需要去关心他 但是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关心 为什么各位同学看到 在2050净零碳排成为当务之急 法律人不能不关心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如果我们可以拉回来 谈到所谓的国际条约公约的部分 那同学们很快可以看得到 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 这是联合国 我们刚才谈到环境这个计划 然后不止刚才谈到1970年 70年一晃 就晃到了1990年 1988年 联合国同样的 有这么样一个委员会的出现 也就是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这专门委员会是由 所谓科学家为主 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这专门委员会 1988年一直到今天 还是非常非常权威 同时非常非常的努力 在继续了解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同样的各位同学 把它时空 把它再找找看 老师刚才讲到了 Richard Carson 1962年 比如说 到了老师大学 学位拿到要回来的时候 1970年 1972年 这个时间到了1988年 开始IPCC出来了 1988年完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迁 刚要公约 再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多边公约 我要看一下多边公约里头 1992年的气候框架公约 这是联合国第一次 把那个framework 也就是气候变迁 所谓climate change 今天已是变成 是一个非常非常 对我们法律系 念法律的同学来讲 念国际法的同学来讲 关心国际 这一个所谓 这个所谓 透过法律来创造国际的 所谓 这个和平 或者是永续的发展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framework convention 一个框架的一个公约 那1997年 京都议定书 老师就不多说了 但是进到2015年 2015年是六年前 巴黎协议 同样的各位 讲到1997到今天 是多少年 也是二十多年 2015年巴黎协议 这是非常非常 近的一件事情 可是当2015年 对各位同学来讲 六年前 那对这个题目 你有没有兴趣 你关不关心 那今年2021 Glasgow 这个气候峰会 在苏格兰 11月要开会 巴黎协议 我们因为不是体阅国 或者某种程度 我们没有机会 但是我们很快的 我们在当年 我们也立了法 叫做气候 这一个温室气体减量 跟这一个管理法 温室气体减量 跟管理法 这是2015年 我们很快进入状况 我们当时甚至也会说 我们会在2050 我们会把温室气体的 相关因素 或者是造成 温室气体的碳排放吧 我们会减少一半 美国究竟是世界上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国 因为拜登总统的决定 各位同学 在四月应该是22号 那个是世界地球日这一天 也就是五个月前吧 大概这个样子 他做了一个决定 同时他邀请了全世界的大国 的国家来一起有一个峰会 那个峰会应该是透过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的峰会里头 美国就率先说 我要承诺在2050 要把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碳的排放 要把它变成net zero 也就是净零碳排 那么这件事情 美国做了承诺 各位看得到 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也都某个程度 也做成了同样的一个安排 那比较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的 例如说包括了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有中国大陆的特色 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 所面对的挑战 但是中国大陆 在这一个题目里头 对于全世界而言 各位看到刚才讲到 Worry Be Very Worried的 那个北极熊的 那个时报的杂志 的那个封面里头 他的这个小的字里头 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刚才老师没有谈到 也就是说印度跟中国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可以让这个问题 变成一个所谓一去 不能够再复回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可以让全世界 陷于所谓涌结不复的境地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中国说我也承诺 所以中国虽然承诺到2060 他说我净零排放 但是我到2030 他说我要到封顶 他的意思说 我的排放会排到最高 最高之后呢 事实上就一路要往下 往下的意思 所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谓甲烷的排放 以此类推 这些都是造成地球暖化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也在记者的询问之下 蔡英文总统说了 政府开始评估跟规划 在台湾2050 达到这个净零排放 目标的可能性 我们用了达到目标的可能性 也就是feasibility 那是不是有可能呢 这个事实上是今天老师要跟各位 当然也要带过的一个题目 大概也就是IPCC这些科学家 他告诉我们 如果各位我们不净零 所谓净零排放是什么 各位同学自己去了解 不过简单的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能源 也就是我们使用的电吧 那个电是发电发出来的 那发电怎么发电 不外乎就是要用各种方式 用烧煤的方式 烧天然气的方式 烧木材的方式 那等等我们古时候 钻木取火 也是所谓能源的问题 可是只是从工业革命 大概IPCC的这些科学家们 在1988年 或者是在那个之前 等等陆陆续续 跟我们刚才谈到的东西 到了2015年 巴黎协议就告诉我们 不行了 我们从工业革命 一七多少年开始 就不断的烧煤 为什么要烧煤 因为我们要生活好一点 我们还蒸汽机也出来了 我们的汽车也出来了 火车也出来了 飞机也出来了 各位今天你可以想象 我们人类生活多么的现代 多么现代的同时 就会想到 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 做错的事情很多到一个程度 因为最近这几年来 天灾 人祸 森林大火 北极熊 那个是2006年那个故事 Scary Worry Be very worried 那个故事刚才就在我们眼睛面前 老师15年前看到它 今天还记得它 那今天这个题目 只是让各位同学晓得 我们15年已经过了 那接下来 我们又过了多少 我们政府说我们要研究它的可行性 Net Zero Net Zero的意思是什么 所谓 净零排放的意思就是 所谓对于空气暖化 地球暖化的因素 而这个地球暖化的因素 主要是一个能源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Energy 也就是电力等等等等 另外当然跟畜牧业 有点关系 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等等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依此类推 但是我们先简单的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发电 我们的发电从哪里来 那当然另外一个畜牧业 可能也占了百分之十二十 对于我们所谓的地球的暖化 这个是甲烷的问题 动物的甲烷 那么养猪养牛 但是是不是我们吃了肉太多 回来讲到在我们总统所做的承诺里头 也就是205年 我们会研究它的可行性可能性 但是研究的意思 当然也就是净零排放的意思 那这个净零干净的 然后变成归零 不排放 那但是注意了各位同学 开始了解 我们在目前我们中华民国的相关法律 我们的法律有环境基本法 我们的法律有电业法 我们的环境有再生能源 比如说条例 我们相关的国 我们的政府组织里头 各位同学了解 我们中华民国的所谓宪法 以及我们的经济体制 本质上是一种所谓市场经济 跟国家经济兼并存在的一种经济环境 那当然过去自从解研之后 自从自由化之后 自从全球化之后 我们开始有所谓公营转民营等等等等 但是就所谓发电的这件事情而言 我们的台湾电力公司 那么台电本身是负责发电 但台电的唯一股东 唯一股东 台电是中华民国最大的部分有限公司 唯一的最大的股东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 而台电它负责发我们的火力发电 各位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电力的使用 那么从最早应该是一个使用煤 来煤炭 因此我们有煤炭的厂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核电 台电的电厂基本上 各位只是让各位了解 一开始一定是烧煤 那煤当然烧了 慢慢慢慢开始因我们的工业化的结果 或者我们使用冷气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使用电的这种所谓 这个capacity这个量 是当然大幅度的 从38年一直到今天110年 不断地在成长 还会继续地成长 我们的煤烧的部分 事实上是超过百分之五十 或者百分之四十几到五十的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天然气 天然气事实上是来取代煤的发电 如果那个发电厂是用十四烧煤的 那个发电厂发出来的二氧化碳 是很多的 那台湾的大部分的电厂 都是煤的电厂 而这近十年来吧 这些煤的电厂因为它会空气污染 你也看到它的颜色 然后对于有一些浮游粒子等等 对于身体会有坏处 所以呢对于煤 专门烧煤这种发电厂 事实上应该要被淘汰 Sooner the better 越快越好 因此我们有一些燃煤的电厂 在所谓转换改变之中 变成用天然气来烧 这一个来燃烧 然后发电 那有的时候气垫共生 摆在一起 这是一个可能性 那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看到 这一个台湾电力公司的官网 经济部的官网 政府所做的规划 2050之前 会希望到2025年 应该是用532的这样子的比例 什么叫做532 就是50% 如果可能的话 是今后我们在2025年 2025今年是2021 今年21还没有这个状况 但再过4年之内呢 希望这个50%的是用天然气来燃烧 来发电 另外的30%是用煤 还有30%的煤 尽管煤是最最最最不好的 那从40几会把它变成到30 那现在可能在30几左右的天然气呢 会把它上升到50% 另外的20%是指绿的能 绿能是指我们最近政府做的计划 政策是正确 而也很努力的在进行之中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能 绿能目前做的比较有效的 就是所谓的岸上跟所谓海里头的 所谓的风力发电 还有一个就是太阳能 那太阳能跟风电呢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绿能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有个公投 那个公投是叫做公投元年 应该有六项七项的公投 那公投其中有一项公投是谈到 就是各位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编号第16号 你是否同意这是投票的人 废除电业法95条第一项 95条第一项是说 核能发电设备应该在中华民国 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 也就是电业法95条 这是2017年电业法修正 而那一条加进去一条 加进去就是95条第一项 那一条的规定是说 核能发电应该在确定一个时间 2025也就是114年 全部停止运转 这件事情各位也就是今天 这个民进党的政府 也就是我们的执政党的 一直的一个目标 18年的公投的结果 事实上应该大概总个票数 应该出来是接近500多万票 那其中赞成要废除 我们讲到的电业法那一条 也就是要2025年要飞和这一条 事实上行政院事实上也采取行动 把这一条拿掉了 模拟法庭的题目 基本上是把事实搞清楚 搞清楚的意思 如果不清楚的部分 你要把它澄清 然后要把它归纳 然后把它整理 那么不清楚的部分 清楚的部分 或者有一些半清不楚的部分 你要把它假设出来 把它定义出来 这一部分 这是我们同学在模拟法庭的时候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有假方 乙方 有些题目会比较简单 见仁见智 有些题目会难到一个程度 就像老师刚才讲 显然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我们同学就要想办法去创造答案 创造答案的意思是 透过法律 实定法 透过法理 透住甚至 比如说先进国家的法律 变成指导 我们法律进步的一个 所谓北极星 用这种方式 这是我们念法律 该要做到 而我们今天事实上 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说到这里 回来 刚才老师讲的 应该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50% 50%的天然气 30%的煤 20%的再生能源 加上一个非核 也就是废核 这是目前政府的政策 这个政策 并不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政策 更不用说 它并不当然有法律的支持 那为什么不是更好 最好的政策 各位想想看 尽管 50% 如果说50% 这些没有法律的问题 但是如果只是政策的话 50%的天然气 30%的煤 就是80%的石化燃料 而这个石化燃料 正是我们所说 地球暖化里头 最大的两个因子 一个就是CO2 二氧化碳 另外一个叫做甲烷 CH4 我们如果到2030 用这种方式继续发电 我们另外唯一可以 大家说 举许大拇指说 好 那那个就是再生能源 刚才讲到风电 跟这一个太阳能 风电跟太阳能 跟有限的水力发电 甚至水力发电 想当年也蛮重要 但是这几年 因为地球暖化 今天该要有雨水的时候 没有水 没有水的话 那个发电就难了 如果用水力发电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答应2050 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能源的这种 这个配比啊 是80% 是只会让地球更暖 更糟糕 造成地球毁灭 只会往前去推进 你怎么可能用这个 更何况20%的绿能 各位同学 我们讲到 我们看到今天为止 老实说很感动 尤其是那些风力发电 我们看到 我觉得国外的很多的 这个投资者进来 在台湾海峡 一头开始架起 所谓大的那种平台 等等 拉起风车等等 甚至岸上也做同样的事情 当然有环境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 它是无害的 是可以产生电力 可是某种程度 刚才讲到的原因 风力发电 跟所谓的 这个太阳能的发电 加上我们本来加在一起的 应该百分比 只在五跟六中间 要达到政府所说的百分之二十 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吧 甚至各种的要老天保佑 那重点就回来 拉回来我们的主要题目 我要告诉我们的政府 请问你 拿用五十三十二十 加上飞核 加上从法律的角度 这是一个 政府有没有权利这么做 政府有没有权利这么做的意思 就是把那个核电厂 让它自动的 等于把它执照 等于把它挂掉了 而它那个执照现在是在台湾电力公司手上 台湾电力公司不去申请 这个延续 或者是台湾电力公司申请延续 但是政府说 我对不起 我不给你 那这个电厂 这个电厂当然都有十几二十年了 那可能就用不到 那用不到归用不到 问题来 我们的选项还有什么 选项是什么 看起来陈老师怎么想 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还有什么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跟各位讲这是一个题目 我们接下来我们该要说的 一方面当然要告诉各位同学 天然气这一个所谓迷失 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看起来天然气 陈老师也在家里头用天然气 比如说煤气来烧 比如说烹饪用 那但是汽车呢 有一阵子我看到有些汽车 那么计程车也会用这种天然气 但是它会有爆炸的问题等等 那么另外当然 今天我们讲到把我们的煤电厂 把它改装为天然气厂 甚至我们有一些使用燃料 很多的一些产业 用天然气来烧 还是用煤来烧 我请问过这些业者 他说我们用煤烧 我说我了解天然气也可以烧 你为什么不用天然气 他说天然气贵多了 当然我没告诉他天然气即使贵 天然气也是一个不好的燃料 因为他对于我们人类的生死存亡 人类不单单各位注意的同学们 老师是想到你们 不是想到老师自己 因为老师到2050 我如果有本事到2050 我在那个时候 我再来跟你们打招呼 但是问题是你们今天20岁 到2050你就是50岁 50岁左右就是风雨交加 或者是洪水 或者是北极的那个冰通通没了 南极的冰通通没有了 那台湾的靠沿海的这个西部的地带 水就淹过来了等等 那哪一天明天过后 你就101可能都淹到水里头去了 这个是真是假 各位去看我们科学的一个根据 那么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老师花了很多时间 告诉我们各位同学告诉我自己 也就是我们政府的能源政策 第一个我还是再来一遍 能源政策如果是在20年前 我觉得这个政策无可厚非 应该是很认真的在做 包括台湾电力公司在内 10年前某个程度来讲 我觉得也应该可以 但是真要挑剔的话 就是不能够未雨绸缪 因为10年前已经是10年前 我们刚才谈到当这个Time Magazine 也就是那应该是多少年前 2006年 2006年就是15年前的时候 已经说scary be very scary的时候 讲到地球暖化 讲到这个印度跟这个中国 可以这个解决问题 也可以毁灭整个地球 在那里头讲到中国 老师就想到了台湾 因为中国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大陆地区的中国 而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中国 事实上在2006年的时候 很多台商在那里 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个贡献之一就是烧煤 如果可能用一个比较贵的 叫烧天然气 比如说nothing else 那个烧完了到越南去烧 比如说越南烧完了到 缅甸去烧等等等等 还没有到非洲去 因为他当地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营业链 或者产业链是不够的等等等等 那今天回到了美国 美国的问题 如刚才老师所说 加州是一个例子 加州变成是全世界 好像是第八大的经济体 某个程度来讲 因此他的产业某个程度 美国如果大家也在烧天然气 烧到那个程度 最近有一个故事 讲到这里要跟各位同学讲 应该那个是Missouli 还是Minneapolis 是哪一州 也就是那个州里头 基本上他有核电厂 核电厂因为美国的核电厂 美国的电厂大部分都是民营的 或者是全部都是民营 对不起 美国的电厂 美国的所有的生产事业 都是民营 除了最近川普上台 有可能想要弄一些国营事业以外 美国都是民营 民营里头 民营的核电厂 某个程度因为核电厂 十年二十年已经很老了 那核电厂的老板想要把核电关掉 把它卖掉 但是 但是因为要用天然气来烧 或者是用别的地方来烧 对于那一个州本身来讲 是一个很贵的 一种所谓燃料 所以那个州的那个州长或者州民 要想办法去跟在当地本来用核电发电的那个电厂 他想要关掉了 他说拜托你不要关 请你继续维持 那美国现在当然还在用很多很多的核电 那日本的核电311之后 日本虽然都停了 可是日本现在也都恢复了 他的道理也讲得非常简单 老是不多赘述 待会会有资料跟各位讨论 那整个欧洲 各位除了德国 很坚决的说 我不要核电 因此这个Murker的这个任务 就把这个核电通通不要了 但是各位注意了 德国它是在欧洲大陆 欧洲大陆它旁边的一个邻国 就是法国 那法国不但全部用核电 法国还生产核能厂 做得非常的好 而他们整个所谓电网 整个欧洲是电网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是你付钱 它的再生能源 它的核电 它的应该是没有煤吧 无论如何 欧洲也都同意 2050是归零 甚至到一个程度 德国最近宪法 法院还有一个 质地有身的判决 是老百姓到法院去 还包括外国人的老百姓 到法院去告 这个Murker的政府 说你所公告的 所谓的这个气候 变迁的这个法律呢 基本上那个法律头 就是联邦气候保护法里头 不够积极 速度太慢 同时减的百分比呢 是很不够 不够到一个程度 你实际上就把这个问题 等于留给了下一代 你等于利用下一代的福祉 来成就今天 我们继续烧 我们所谓对地球暖化 有害的一些 我们讲到的一些燃料 所以这部分德国的 这个联邦法院 很快做出判决来 那么当这个法院的判决 出来以后 Murker政府很快 就把新版的 作为气候保护法 也拿了出来 那其中包括了 也就是把2050的 全面的归零 它提前到2045年 同时把2030 它那个减碳的那个目标 把它提高到65% 原来答应的是55% 那么提出2040减量的目标 是88% 所以这部分联邦的 这一个议会 也都通过了 这个法院的判决的结果 联邦政府做出来的 气候保护法的修正案 这一点 那当然各位同学 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意思 就让同学能够了解 我们念法律的 那问题是 我们学校的老师 各位同学 民间团体 NGO 还有我们的法院 行政法院也好 我们的大法官也好 如果面对相同的案子 相同的案子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德国的 这个联邦法院 的这个判决 我们的法院 会持什么样子的立场 各位同学 是不是也回去想想看 如果你是我 我是你 听了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题目 以及你回去的了解 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也应该提出 相同的呼吁 要求政府 尽快的能够调整 他的能源政策 这是一件事情 如果政府不做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政府 送到法院里头去 如何去让政府送到法院去 那这也是一件题目 那另外 我们还有一些 可以要讨论的 各位同学 我们刚才谈到的主要是讲到 在面对联合国 面对全世界 净零 这一个排放 2050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这个诉求 不是一个虚的假的 而它是一个科学的 是一个攸关 我们的生存 以及更重要 我们的下一代 以及下下代的所谓生存 跟繁荣的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 那问题就是 假如今天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 没有能够 立刻的改正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能源的政策 也就是让这件事情持续的发展下去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后果 那这个后果很简单 各位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老师今天没有机会跟各位多讨论 但是老师会介绍各位同学有一本书 那本书 它的名字叫 当政治成为一种产业 The Politics Industry 就是政治如果是产业的话 这是怎么办 各位注意了 我们说好一点 我们是民主政治 那民主政治的问题就是 民主政治所谓被当选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民意代表也好 我们的总统也好 他是奉人民之命 他自愿请应来服务人民 服务人民是透过什么 透过我们的宪法 透过我们的各种法律 来依法行政 那依法行政里头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题目 题目里头包括了能源 比如说包括了飞和 包括了比如说 我们的环境基本法的规定 包括我们的电业法的规定 包括了我们台湾电力公司的组织章程 台湾电力公司是国营事业 国营事业的上市是经济部 经济部又是在行政院里头 行政院同时甚至总统 有全部的权利 根据我们的宪法经过修正之后 总统可以随时换掉行政院长 所以总统的决定 基本上就是决定了行政院 所有的施政措施 在这里当蔡英文总统说 2050我们要归零 那我们拭目以待 各位同学注意了 为什么说当政治成为一种产业 这本书应该是在半个月前吧 如果不是三个礼拜前老是拿到 Politics 我们的所谓政治 是一种产业 我只记得国父曾经说过 政治是什么 管理众人的事 国父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国父 他如果能够多活 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岁的话 我觉得中华民国是另外一个中华民国 可惜 那这当然是题外话 但拉回来 我刚才要讲了我们那么多个政党轮替下来的政府 在不同的政府的政策之下 各位同学开始 各位同学也是 旅递被模拟法庭里头 你要把事实 要把它归纳 甚至你要去假设 你要去推论 然后双方去谈 谈的时候我就要想 假如这个问题 我要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五十三十二十 非核 这件事情它的背景是什么 这是事实 事实要把它搞清楚 搞清楚之后 为什么会有非核的这个家园 2025的摆在我们环境基本法里头 而为什么摆在环境基本法的2025 那个法的规定 经过公投把它拿掉之后 让电业法拿掉 但是我们政府的政策仍然是非核 这一部分政府该不该回答 在过去五年几年 大家都不太会去关心这个题目 除了公投谈到这个 核四这个电厂特别的这个题目以外 没有人谈 那现在大家该不该谈 如果各位如陈老师一样 陈老师在有一篇文章看到 那么在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有一篇文章 应该是在四月份吧 还是五月份 他有一篇文章 他会提到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 在哪里 大概是在这里 那就进去去看了 他那个在封面上有个地图 地图上就是画到台湾那个地图 在整个地球上面 那陈老师赶快进去看 他提的是指战争的危险 那个战争的危险是指什么 经济学人报告这个题目 谈到两岸关系是全世界 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陈老师写了一篇地方 写了一篇文章 那文章的意思是 全世界地球 这一个 地球暖化或者气候变迁 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这个问题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各位看一下老师写的这篇文章 但是重点拉回来 当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 台湾我们刚才回来 选举的时候 我们的老百姓能够不了解这个题目的关键性吗 而如果民进党总统 民进党的政府继续执政 继续执政的意思 不管是地方执政 或者中央执政 这个回来各位同学 在我们李律碑今天的题目也出来了 中央跟地方的权限的题目 因此我们也有中央跟地方的题目的问题 能源政策是中央的问题 还是地方的问题 各位同学也会注意得到 例如说台中的电厂 台中的市政府 对于台中的一些煤的这种电厂 或者是天然气的电厂的续约 或者发执照等等也会有问题 回来还是一个题目 当政治成为一种产业 这个又是更重要的题目 为什么 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 过一年就少一年 少一年的意思 就是少一年让我们去解决 去回属 去救属 去改过向上的时间 如果能够这样子不经意的 荒废时间的话 而确实我们已经荒废了很多时间 不是吗 从刚才老师讲到 be worried be very worried 15年了 那最近的2015年到现在 又是6年了 各位 6年接下来 我们再过两年三年中央选举 选举的时候 这个也不是题目 那又是8年了 而8年之后呢 当然今天 在职的人 各位可以去考虑 今天如果你所从事的产业 我们这里讲到 各位老师会注意的 我今天如果专门是 生产 这个天然气的一个产业 听了程老师说 天然气 虽然某个程度 看起来干净 但是是一个有害的燃料 也就是实化燃料 通通不能要 你说他会不会高兴 他一定不高兴 不时今天我还是会看到 因为冬天来了 会变很冷 天然气有一点少 或者天然气因为什么缘故 或者因为航运的问题 没办法运那么多 liquify的 就是液化的天然气 所以价格飞涨 因此呢 价格开始提升了 像这些事情 各位都是今天 我们该要注意的 今天不注意 明天就来不及了 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当政治成为一个产业 我会觉得 气候变迁 能源政策 应该是每一个国民 要关心的 同时是每一个 要立志为人民服务的 所谓民意代表也好 公务员也好 应该要告诉人民 他对这个题目的了解 更重要 他对这个题目的了解之后 他的立场会是什么 那立场会是什么之后 陈老师回来的题目 应该要告诉各位的 就是刚才老师约略提到 台电的部分 台电的部分 老师应该还要告诉 台电的董事们 老师写了一篇文章 告诉台电的董事们 如果经济部 还有经济部 还有总统 如果对于陈老师的建议 会觉得不能够接受 或者是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老师跟台电的董事们说 你有董事的 所谓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董事固然 你只是对于公司的股东 也就是政府 是唯一的股东负责任 可是我是厉害关系人 根据我们最新的公司法 你也要对我负责 你要告诉我 我说你所说的 甚至你还在继续在努力做的 就是五十三十 非和才有二十 那一部分究竟是不是一个 妥善的公司治理的方式 更不要说政府的治理的方式了 所以这一点呢 老师有一篇文章 给台电的这个董事们 那这封信写出去 应该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 我也想象中应该是不容易 但是重点这是为什么老师 把政治当作一种产业 这个题目来分享各位同学 让各位同学体会 如果能够接受老师的想法 也能够广为 比如说分享的话 我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把这个题目 当作是一个题目的话 想到不单单是你 就是二十年后的你 如果才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话 你必须说 我必须说那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三十年后的你 那当然更不用说 那甚至你在你自己的 成家的计划里头 你都要考虑你究竟要不要 甚至如果台湾是这样子 中华美国是这样子 你可能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去 你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陈老师的建议就是 核电某个程度来讲 摆在那个地方 让它继续维持它现在的发电 好好的维持它 在最善良的状况之下 甚至做一个contingent plan 注意到全世界核电 继续在做更进步的发展的过程 那在这里各位考虑 提醒各位 比尔盖茲 他努力的方向很多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关于我们讲到的核电 或者是核能能源政策的部分 他提到有很多的 甚至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赞助的项目 也就是核电 有种小型的核电厂 用各种的方式 他既能够降低核电 有可能潜在理论 甚至实际上的风险 但是呢 核电的那个好处 能够发挥到最大 那各位 一方面 我们做我们的风电 做我们的绿能 另外一方面 核电不是绿能 但是核电某个程度 跟绿能一样 它是永远可以继续发电 出现的 但是它唯一 就是讲到燃料棒 或者是它的辐射的问题 那个科学上面某个程度 应该可以避免 到一个所谓最大的程度 所以比尔盖茨的书是 如何避免气候灾难 How to avoid a climate 所谓的disaster 这一部分 这本书呢 各位是值得去看一下 台湾因为我们的地址 而我们的地址本身 当时是因为科技 那个时代 那么显然科技的发展不够 另外一方面当然 因为要去赚摊等等 所花的成本会高 再加上我们当时的 电力的需求不是那么大 何况我们电力的供应 应该是足够 包括了煤炭厂 煤的厂 煤的电厂 以及核电厂 而现在供应 虽然吃紧 各位看到 513 517的问题 但是吃紧归吃紧 现在不但是吃紧的问题 水力发电 电力发电的问题 而是根本有些发电 是不允许使用那个燃料了 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继续发电下来 所以欧盟的那个要求 事实上 它已经要求在2023年 它就已经要公告出来 2026年就开始要执行 2026年要执行 执行下来 那个产品如果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美国也可能 立刻会有同样的这个税 进来的话 那我们的出口产业 各位同学注意了 就有蛮大的问题 蛮大的问题就是 你必须要多被科增 某种程度叫做关税也好 那当然我们的竞争力就降低 竞争力降低 跟我们的 我们的所谓的竞争的对手 哪几个国家 跟我们的产品竞争对手 差不多的 各位不妨要注意一下 最后 我想老师如果可能的话 给各位同学一些鼓励 那么鼓励 应该回到我们气候变迁的题目 就是以上 给各位同学参考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注意到 那最后老师想要讲几句话 有一个 有一个字叫做 为善者成 英文是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是老师从 书上面看到 哈佛法学院 有个giving back 这个上面会有这样子一个 这也是几十年前老师看到 纪伯伦 尼巴伦的这位 哲学家 文学家 他说 我们念法律的可能更某个程度有意思吧 当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 就能触碰到上帝的袍伏 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念法律的人要做判断 你做原告的律师 你讲起来就以为我讲的一定是对 你如果做法官 你要更要 更要紧张了 因为做法官 还会 如果做律师还会想 我想讲的法官未必接受 因为被告会反驳我 但是做法官的也是一样 你听了原告 听了被告 你要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法官没有准备 法官如果也没有这个本事 你要做法官 那当然是最大的罪人 所以做法官应该是最难 做律师某个程度 老师会觉得一样的难 老师一样 觉得最难的意思就是 律师难的部分 很多你可以想象的到 就是当你的当事人来找你的时候 我们刚才谈到模拟法庭 我会觉得对同学来讲 你将来做律师 甚至你将来做法官 你会是一个 最比其他同学会比较更称职的 律师跟法官 道理就像老师最先 引用教育学家所讲的道理 那在这里老师要期许各位的 就是关怀 服务 卓越 这部分是理律的 律师诉说的同事 大家投票出来的 另外一件事情 老师要在这里一开始也讲过了 当你跟未知 能够共处的时候 成为无限可能的自己 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未来究竟是如何 那当然包括气候变迁 我觉得那个不是未知 那是很确定 当然仍然你觉得未知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 这真的是未知吗 那我们很确定 那个是一定会出现 这是什么时候出现 所以这一部分 我觉得也是刚才老师讲到 最后良知热情本事 给大学生 大学生还没毕业之前 老师写了这一篇 在这里老师如果可以说的话 也引用一位访学界的前辈 是一个美国人 他现在已经在上帝那里天堂了 在他走之前 他曾经讲过 人家问他高中的时候 说你将来想干嘛 他说我将来要从政 从政就是当政治成为 一种产业的时候 他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个体会 但是他现在这个体会 刚才老师已经跟各位分享了 所以那位先生叫 Elio Richardson 他做过美国各种各种的 公务员的角色 做过美国的司法部长 最后在去上帝见面之前 他是美国驻英国大使 他说我的这个 未来的志愿是从政 他说因为从政 如果能够秉持着良知而奉行 他是一个最尊贵的职业 也是最困难的艺术 或者是从来一遍 他说我将来要从政 因为从政 如果能够秉持着良知奉行 他是最困难的艺术 也因为如此 是最尊贵的职业 Politics if pursued Conscientiously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arts and the noblest of professions 这句话给各位同学参考 也就是良知 那当然本事 各位同学 要看你这个本事做什么 如果能够透过本知 良知加上本事 我会觉得就像是你 有一个北极星 能够引导你去实现你的自我 你的初衷等等 那这个是希望各位同学 在今后 应该我会说八十年 因为各位的世代的平均年龄 应该是一百岁 祝福大家 但是注意2050 还有希望我们李律碑模拟法庭 21届非常的成功 祝福大家 谢谢观看